前面咱们就学过完全势重的概念 物体完全势重时 它只受重力 加速度就等于重力加速度 和与它接触的物体之间没有作用力 比如小胖子乘坐自由落体的电梯 小胖子和电梯就都是完全势重 电梯不会对小胖子有支持力 电梯的重力提供了电梯的加速度 小胖子的重力提供了他自己的加速度 如果以电梯为参考系 就会感觉小胖子没受任何力的作用而飘起来 也就是说小胖子感觉自己不受重力 同样对于一个环绕地球运动的卫星来讲 卫星受到地球引力和地面上的物体受到重力 本质上是相同的 卫星不受到其他力的作用 漫游引力就提供了卫星的加速度 那么对于卫星内部的物体来说 也是由他们所说的引力提供加速度 此时以卫星为参考系 内部的物体也好像不受任何力的作用而飘起来 卫星的这种状态跟小胖子和电梯是一样的 也称为完全失重状态 这里要强调几点 第一只要卫星只受到万有引力 不受其他力的作用 那么卫星就是完全失重的 不管它是圆轨道还是椭圆轨道 第二当卫星发生变轨时 比如通过点火加速使得轨道发生变化 那么在点火过程中 卫星除了万有引力外 还受到发动机的推力 这时就不是完全失重的了 第三卫星并非不受到万有引力 而是由于引力完全提供了物体的加速度 因而没有表现为行变等作用效果 卫星的失重 跟小胖子坐电梯失重 都是完全失重 用同样的原理 还可以解释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分析人造卫星 都是考虑它受到地球引力运动 但是人造卫星同时也受到太阳的引力 那么我们之前计算时 为何没有考虑太阳引力呢 你是不是觉得太阳对卫星的引力 远远小于地球对卫星的引力呢 这么想你就错了 太阳的引力比地球的引力还要大 之所以不考虑太阳对卫星的引力 那是因为地球和卫星一起围着太阳转 太阳的引力作用恰好提供了 它们绕太阳转的向心加速度 因此它们绕太阳运动也是完全失重的 正如以电梯为参考系 感觉小胖子不受重力 以卫星为参考系 感觉里面的物体不受地球引力 同样以地球为参考系 也会感觉卫星不受太阳引力 这样分析卫星绕地球转 自然也不用考虑太阳的引力了 好了 我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你自己去试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